大家好,我是娜娜,过庆节,我们出去玩几天 准备去西安 然后我们现在是走的京坤 马上就出北京了 不堵车,五点多钟出来的,还挺早的,车少啊 到山西太原了 太原小店 这个太原的街上我刚才看了一下 他们这儿的出租车呀,全部都是电的 这个出租车都是电的,还是很环保的啊 对空气呀有好处 而且这街道呀,都特别的干净,挺干净的 这种是中午两点来钟吧 我们准备去看个电影,去看一下那个长津湖 在网上买的票,在网上订的宫馆 然后去看长津湖 今天晚上住在太原了 吃个他们这儿的这个鱼 说叫什么当家鱼 好吃吗 味道可以啊 当家鱼啊 然后还点了两个凉菜 看这个鱼挺有意思的,烫不少我觉得 看我儿子吃的挺香的啊,吃上豆腐丝了 一个粘的豆腐,一个玉米饼,一个鱼 这个周六家,吃了饭,点了几个菜,看到没有,这还挺热闹的啊 这儿比较热闹,这儿一个万马市商贸城 在这儿还看了个电影,长津湖 在晚上,街上,挺热闹 到了这个太原呀,觉得这小城市还挺接地气的 这个糊涂里边还有卖小吃的,麻辣小甲鱼 那边还有烤面筋的 今天这边正赶上修路,我们来到这儿呀,正赶上修路 这个是康宁生活广场,应该是他们当地的,比较大的购物商圈 我们在太原网上订的这个酒店 就住这儿了,就是这个装修啊 有点太暗了,古香古色的感觉 但是十一期间,87块钱,这个价格还挺合适的 毕竟它是节假日是吧,这价格还是不错的 而且这儿呀,交通也比较方便 外边还挺热闹的,挺繁华的 清洁期间,这个酒店87块钱 吃了个饭,花了178块钱那几个菜 我觉得还可以啊